今天其中一個板塊表現得比較好一點 可以找到一些汽車板塊 今天看到板面那些 尤其是吉利今天升到跨漲 升成一成左右 有些當然分析就說 可能是因為衝敬星期六那個會議 會有些刺激消費的措施等等 這一節就想執責零跑來說 在這些板裏面 他叫做升得比較少過一隻 升得3% 報32.5 他又有新股東註折 他向四間的地方國資發行內資股 大約是7000萬股 佔擴大後總股本接近半成 每股作價40.8 比上架收市價有日價2成9 籌26億人民幣怎麼用呢 7成半用來研發新電動車 和升級現有車營 剩下補充營運資金和一般公司用途 他其實不是第一次發內資股 今年一月先至先後向兩間地方國資配售過 H股股和內資股 那時就籌了6億6 即是如果你加上這次其實都成30多億 但問題是為何用錢要這麼快呢 年頭才集完 現在又要集 還有他手頭又不是說沒錢 如果節節六月底 持有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都有接近92億人民幣 究竟他盤數有什麼事呢 為什麼他好像那些錢襲擊都不夠呢 盤數就說不上有什麼事 但是就不斷地消錢就是真的 你看回他零跑 如果比對香港上市的一些車企 或者是尤其是一些造車的新勢力 初步看是他才是一個負自由現金流的 他自由現金流負4.8億 那自由現金流是什麼呢 就是說概念就是公司可以動用的現金 計算的方式就是將他的經營現金流 即是減他的資本開支 其實公司就不斷有些資本開支 而他其實自己也解釋了 我為什麼要負數呢 這個數目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有些比較同的資本開支要比 其實他作為一個發展初階的車企 其實這個資本開支是不能夠避免的 他就叫做剛剛那份業績的毛利是正數 之前是負毛利的 負毛利是很離譜的 就是說你買一架是一架的 就是說你的車的那個原材料 你就根本就是送給人那樣的 但是現在就叫做一個正數 有1億的毛利 就算是向著一個好的方向走 但是你計算一些銷售開支 就是要拆給那些銷售的數 那裡有9億多 半年而已 那行政開支就有4億多 那些人工等等 基本底薪 還有研發開支是12億 你其實做生意是做了8億而已 那你其實加上Click Clark的經營虧損 也有23億多 如果你計算了那個稅前的 就是輸的數就大概是22億左右 那你說90多億現金好像有時間花 其實不是有時間花 很快都可以花 我剛剛數過那些開支 全部都是現金開支來的 你真的要給出來 而不是真的賬免數來的 所以其實它是有必要拿錢的 那它就叫做生性 無問大股東拿錢 那就是大股東是大汽車集團 歐洲就是環球的大汽車集團 Valentis 但是它就懂得找一些新的股東 叫做入股 那其實可以多捱一陣的 可能不夠沒有再向其他國之新手 就是會不會預視到這個情況呢 可能隨時會都不定的 好 今天看到它 如果這樣說 其實它連集點錢回來 只不過是保持著它的基本營運 甚至是研發 其實接下來大家都要看它將來的前景發展 上個月尾 外電報道它有兩款新的電動車 在歐洲就開始接受訂單的 一部就是T03橋車 賣18,900歐元 上個月底上市 另一部C10SUV就36,000多歐元 預料今個月底上市 其實歐洲那裡 現在大家都關注中歐 在電動車的關稅那裡 它現在剛才啟動了 起步做歐洲市場 那會不會打疾了它呢 又或者這麼說 歐洲它一定要打的 內地卷得很厲害的 你剛剛數了吉利 吉利那輛電動車買了7萬多元 其實這個就很明顯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內卷 那你對車廠來說 其實就必須要打歐洲市場 或者是其他市場 歐洲就是最大的市場 因為美國基本上電動車很難打進的 但是相反對於 剛剛提到他的 大股東斯特蘭特斯 其實來說 這個零跑其實也重要的 原因就是 其實也是他一個 發展電動車的一個旗艦來的 因為其實他旗下的品牌 就不是很多電動車的研發 所以商戶已傳 但是當然你說得很對 就是他們之間的一個比較大的變數 就是歐洲那方面的關稅 現在就不知道零跑會要給多少關稅 就是在歐洲那邊 但是長遠來說 他其實又必須要將他的生產線放在歐洲 你才可以避到一些關稅 但是這個又是資本開支來的 具體怎樣搞呢 其實這個就很考功夫了 那星期六 就是短線的看 星期六那個財政部記者會 說其中一些措施可能是會供消費 這個大家都很看實的 會不會都幫到一些內地車期呢 因為你知道 剛才你說內捐都很搞慣的 如果給多一點消費的措施扶持一下 可能對大家都有幫助 有幫助的 但是長次靠補貼 我想就不是辦法的 不過的而實際上 目前內地各地的城市 以至去到中央的層面 對於電動車的補貼其實真是多的 有一些電動車車企本身層面的一些稅務優惠 這些其實面上都是補貼來的 一些可能上牌 或者你買車救車 救治稅等等的補貼 或者免稅這些優惠 其實這些因素這些措施 其實也幫到 例如Tesla Tesla你看回 剛剛在第三季上的銷售 中國的銷售 是贏了它在去年和前年的同期 這個也反映了外地在這方面 其實是很積極的